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的 原來奮罪玩多了 總會看到希望 一款非常出乎我意料的作品 Near Reincarnation 開發商是日本的Applebot 也開發過不少遊戲 像是2020年的重劍之王 以及還會上架的太空戰士期 Ever Crisis 遊戲的國際版發行為SE 但台灣的發行商為小萌 就是B站的在台子公司 傳說中的遊戲粉場 原本就是看到這件發行商 不僅讓我抖了一下是否該下載來玩 Near本身也是一款系列作品 最早是2010年發表於主機端的 Near 人工生命以及Near 的形態 以及2017年的續作 Near 自動人形 這款高人氣作品 很多人即使不玩也應該都耳聞過 最後是2020年推出的人工生命的強化版 而本次的手機作品推出前 其實也蠻多人擔憂的 畢竟SE的名聲 懂的都懂 那本次的遊戲為卡牌養成結合回合制的 RPG類型 灰激的主色調 壓抑的音樂氛圍 隨著人物移動的印鏡 塑造強力的沉浸感 場景建模很精緻 且過場也不含糊 但可惜的是鏡頭無法拉鏡細看人物 以及抽到的角色只有2滴力會可以觀看 在祖先故事中 我們隨著主角跟媽媽一直向前 路上將不斷遇到持武器的黑人偶 接觸後會向我們講述一段故事 其中部分的環節會引發戰鬥 而看是修復劇情部分的走向 但發生的故事就是發生了 我們僅僅是螢幕外讀者 重複見證每段故事的血語類 不過觸發戰鬥的時候 我頭腦都會開始自動播放FF7的音樂 戰鬥雖然是回合制玩法 但表現的細節跟打擊感都很棒 你甚至可以手動操作主要角色 意義不明的跑來跑去 不過一路上建議開AI自動戰鬥就好 畢竟看故事才是這遊戲的重點 但如果你是想追求爽快的戰鬥內容 應該是會蠻失望的 真的不論是在2D的故事畫風 跟3D的戰鬥表現都非常的出色 比起某些FMG是以片刻為目的 根本不是要做好一款遊戲來說 真的是屌打死條街了 而故事修復的環節 總會讓我想到一部漫畫 藤田何日朗老師的《月光條例》 主角藉由不斷去修正扭曲的童話故事 展開一段神秘的冒險之旅 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推薦給大家 雖然我最愛的還是他的魔王馬戲團 目前角色培養方面還沒有遇到太多壓力 至少主線我是還沒遇到過被一巴掌拍死 然後就彈出個要你手足或者課金的廣告 而課金也來說 除了左上角 偶爾會不斷閃爍不太明顯的新手禮包 其他方面就幾乎沒有了 素材什麼都是早晚的事情 不要販售讓人反感的東西我都能接受 而抽卡轉蛋就憑緣分就好了 最後講幾個目前體驗上的小缺點 僅僅是我個人覺得 也可能是我手機設備比較老舊 在於過場 移動跟介面顯示的延遲感蠻明顯的 有些過場顯得有些攏長 還有剛剛提到的卡牌 只有立繪 沒有3D呈現 沒辦法好好欣賞2B的大腿 以及給玩家的戰鬥視角都是在看屁股 讓我看看正面阿 結論 遊戲不愧是第九儀術 真的是當之無愧 最近真的是吃太多毒 除了幾款作品能讓我緩解外 真的都很讓人失望 難得有一款不錯的作品 能佔領我手機一段時間了 非常適合當主遊漲草的富遊 或者你手邊暫時沒遊戲玩也可以試試看 雖然是回合制跟沒有常見的二次元利會 外加整體節奏上偏慢 玩習慣放置或者快進檔可能會無法接受 但真的不思為一款好遊戲 最後也衷心感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還不知道 我這次都在看 我現在要做這個問題 我這個問題 要去哪一聲 我這次都看來 到你 你哪有